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 北京非常宏伟的建筑 公王浦花园 那这里是外围 我们现在继续参观一下 公王浦呢 也是和珅的家 前龙朝的时候呢 和珅住在这里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北京 公亲王府和珅的家 这里呢 是一个密云洞 洞里面呢 有康熙皇帝 亲笔提的福字碑 那全国各地的小朋友 到北京来 都要到这里来 摸一摸福字碑 沾一沾福气 那前康熙皇帝啊 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君主 而且也是 非常优秀的一个 那书法家 现在他留下的真迹不多 在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杭州林影寺 那上边林影寺的牌匾是他提的 那还有故宫里边 宝和殿中间的无为牌匾也是康熙皇帝提的 那再有就是和珅家里的福字碑 和珅家非常大 哇 一生拥有财富无数 我们看一下这个和珅家的花园 现在我们在和珅家的花园 有看过环珠格格的 那有容嬷嬷 在这里有拍照取景 哇 人超多 我现在来看一下 荷花池塘 北京仪和园有长廊 那和珅家呢 也有长廊 现在是供游人观赏休息的地方 和珅家太大了 风铃 前院和后花园 那我们现在是后花园的地方 OK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和珅家的藏宝楼 和珅家的藏宝楼 有两百六十多层 两百六十多间 OK 同学们 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这边是福字碑 摸完福字碑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福池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水池中间一个石头 那看着非常像蝙蝠哦 而且是这水池的形状 非常像蝙蝠 我们叫福池 它这里还有八棵鱼树 接着鱼前呢 在成熟的时候 飘飘洒洒的落在这个水池里边 OK 前面讲过了和珅有非常多的老婆 但是前期呢 老婆不生男孩 可是呢比较烦恼 那其中有一个 那有一个大臣呢 就给他送礼 送了这个石头 太湖石 我们看看 从远处看 这就像一个妇女 怀抱 怀抱 小孩 所以我们叫观音送子石 那说来也奇怪哦 真的 哎 和珅自从被人家送了这个观音送子石之后呢 真的就生了自己的第一个男孩 OK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穿过这个石栋呢 就到了藏宝楼 哇 现在暑假 超级多的全国各地学生 到北京来 一亿五千万 多 OK 我看一下这个是西洋楼哦 前龙年间修的 到现在为止 OK 我们看看 因为我们眼帘的这个就是藏宝楼 哇 好长 OK 我们看一下 哇 一直到这边 这个前前后后呢 有两百六十多间 给和珅的财宝有多少 大金元宝 一万个 一个 一千两黄金 小金元宝 三万个 一个 一百两黄金 当时抄家的时候呢 抄出了 银元宝 银定子 九百万两白银 除此之外 还有金银玉器 古董自画 数不胜数 哦 那和珅真的是一带巨贪 古代呢 有句话叫 和珅跌倒 扎庆吃饱 那和珅呢 为什么能 聚脸这么多钱财呢 和珅首先他是 内阅大学士 历部右侍郎 军机处大臣 而且呢 还是九门提督 所以说 这些还不算完 最重要的是呢 和珅还是 贤隆皇帝的内务府总管 内务府总管就不得了了 这个官职呢 是全国各地所有官员呢 这些巡府都督 进京述职的时候啊 要给皇上带礼品的 所以呢 和珅就全呢 先挑 挑完挑好 挑剩下的 给皇帝呢 送到府库里边 那可以说 和珅家里的 皇帝有的 他有 皇帝没有的 他也有 所以经过几十年呢 他才脸聚这么多的钱财 那后来就有 有名的 家具就是 和珅跌倒 嘉庆翅宝 当时大清朝一年税收 只有几千万 和珅的钱财 超出了十一亿九千万两个 这样巨额数字 可以说 和珅 真真的 华夏第一摊 大清第一摊 历朝历代 可以说 脸 脸财 手段最高明 最成功的人物 好了朋友们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个 到这里啊 这里 公亲王府 那明明是和珅的家 为什么又叫公亲王府呢 因为大清朝最后 一个王爷 公亲王住在这里 好 所以 那现在是公亲王府 那名字叫公王府集花园 好了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朋友们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圆明园里面最重要的一处景观 西洋楼 这个地方呢 是乾隆皇帝啊 坐在这里赏景的地儿 那我们看这上面有五块石板 这个石板上面呢 是雕刻的西洋武士 大炮 还有洋枪 很奇怪啊 这个是乾隆朝时期 他身边的西洋传教士朗世宁 帮他设计的 那圆明园里边聚集了 中国古代的 所有建筑精华 而且他还要求呢 朗世宁给他设计出来 那西洋建筑里边呢 比较漂亮的 设计图案 让我们看看 这是炎炎夏日 全国上亿学生呢 陆续组织进京 炒 游学活动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 留下的 火烧圆明园 留下的遗址 我朋友们 看一下这个圆明园 太夸张了 我那个天哪 人山人海啊 人挤人 人靠人 人贴人 前面是那个大迷宫 想去大迷宫看看呢 人太多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圆明园展览馆 这边呢 是十二寿手 浓缩版的 因为大的已经焚毁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浓缩版的给小朋友们来参观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中国的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 鸟巢 水立方 哇 现在是中午超高温 四十多度哦 晒熟了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中轴线 哇 四十二度地表温度 谢谢 谢谢 谢谢